大家好,我是Alita 大家好,我是Kitty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我跟Kitty穿得非常的特别 是的,今天我们都是古香古色 感觉有种穿越的感觉哦 那就太好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去穿越时空 去体会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茶如人生,人生如茶 茶起源于中国 虽然神农士最早发现并利用茶 只是传说 但是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源于我国的唐代 却是不争的事实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就写到茶的药用价值 并在唐朝时期的杨贵妃 和清朝的慈禧太后 也都特别喜好饮用茶 乾隆皇帝做皇帝有60年的时间 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那他在85岁的时候啊 他宣布要把皇位交给他的儿子嘉庆 那这个时候呢有些大臣呢就拍他马屁说 皇上啊,您退位以后啊 这个国家可能就不能像您治理的那么好了 因为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乾隆皇帝听了啊 非常的开心啊 他哈哈哈哈的大笑 然后对这个大臣说 对啊,国是不可以一日无君 但是君不可以一日无茶哦 做皇帝啊,虽然权力很大 但是呢,也不能一天都没有茶喝 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啊 说到茶的典故真是停都停不下来 说明啊,自古至今 茶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爱的饮品 对,那Kitty你平时喝茶吗 嗯,我平时有喝呀 那会喝什么样的茶呢 呃,广东人呢喜欢饮早茶 早上呢去餐厅一壶茶两种点心 这个早餐就解决了 最常见的呢就是普洱茶和铁观音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喝普洱茶的 因为呢,据说普洱茶可以养胃 是的,看来广东地区的饮茶文化传承的非常的好 中国是茶的故乡 所以我们茶的品类还是非常多的 像大家知道的绿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白茶、黄茶 嗯,那我们爱多美普洱茶应该属于哪一类呢 嗯,首先我们的普洱茶是普洱茶固体饮料 那我们的普洱茶属于重发酵黑茶 源自我们中国的彩云之巅云南 中国云南省大业种茶 经发酵加工而成 云南啊,隶属于中国优越的高山地理位置 拥有自然发酵的最理想的环境 嗯,云南也是世界名茶的产地哦 嗯,而且我们的茶跟普通的茶饮品还不一样哦 嗯,爱多美的普洱茶属于普洱茶萃取物的浓缩饮品 爱多美普洱茶固体饮料来自普洱茶所制成的普洱茶浓缩物 经过采摘、干燥、发酵、萃取、制成粉末 哇,原来啊,它的研制过程有这么多道工序和讲究啊 普洱茶提取物它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嗯,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吧 是的,那我们的普洱茶提取物的核心成分就是墨石子酸 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它是多分化合物之一 是RX素类的构成成分 嗯,那这个墨石子酸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哎,好处很大 嗯,因为墨石子酸还是减少体脂肪的核心成分 哦,减少体脂肪啊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体脂肪吧 体脂肪是什么哈,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 我们所摄入的食物被吸收之后 部分的营养会被存储在肝脏和肌肉当中 那剩余的部分就会以脂肪的形态堆积在我们的体内 这样存储在体内的体脂肪呢 就会保护我们的身体 能量不足的时候也会转化为能量源 嗯,听起来还不错呀 这个体脂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 嗯,那为什么还要去减少它呢 哦,是的呀 对,那我们刚才所说的体脂肪 如果摄取的过多的话 比如说你吃了很多的肉啊 就会出现堆积 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和健康的隐患 嗯,所以我们平时饮食的时候呢 要有这个量的控制 嗯,但是大部分人 我说大部分人也包括我自己 还是抵御不住美食的诱惑 控制不住我自己 嗯,这么说来呀 长期不断的堆积呢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个负担 那我们的衣服呢 就是越来越小 然后游泳圈呢 就是越来越大是吧 从M码变成CL CCCCL是吧 赶紧让我喝口茶压压尖 哈哈哈 跟大家开个玩笑哈 那吓得我就要喝茶了 是因为茶当中的墨石子酸 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体脂肪 嗯 那接下来咱们介绍一下 爱多美这款普洱茶固体饮料吧 嗯,那这款产品在韩国 它获得了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认证的 个别认证型健康功能性食品原料 嗯,怎么理解这个个别认证型健康功能 食品这个食品原料呢 因为这个呢 它是指原料 嗯,那这个原料是经过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认证 嗯,它的安全性和机能性都获得了检测 并且通过的原料 嗯,所以这个普洱茶的提取物 墨石子酸是经过韩国的食品药品安全处认证 对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体脂肪 让我们生活得更轻松的 没错 那它第二个特点呢,它是便于食用和携带 啊,我们出门如果想喝茶的时候 不可能随身带着这么多的茶具 嗯,冲泡洗茶都不方便 嗯,但是如果你带上 哎,你带上它就很方便 嗯,我们爱多美普洱茶的固体饮料啊 用法也非常的简单 嗯,那它调形单独的包装呢 很便携,对,然后加入热水或者温水呢 搅拌均匀呢,就可以饮用 可以说一分钟就搞定了 特别符合现代人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啊 对便捷啊,快速的这个需求的 对,所以出门啊,带上两袋很方便 自己来一杯,然后再给朋友们分享一杯 嗯,如果没有开水可以用矿泉水来冲饮吗 嗯,冷水冲泡的话呢,不是不可以啊 只是可能会发生完全不能够完全去溶解的现象 嗯,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用热水或者是温水来去冲饮 嗯,那这一包茶大概要冲多少水啊 嗯,我们建议搭配的是500毫升的水 就是一个矿泉水平的那个大概的水量 如果是经常喝茶的人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去进行冲调 水多的话,茶的苦涩会少一点点 嗯,那这一盒爱多美普洱茶呢 一共是30包,一包呢就是一克 一天喝一包刚刚好是一个月的用量 对,嗯,不瞒大家,悄悄告诉大家 我个人啊,就是吃火锅的时候 还有就是吃大餐的时候 都会偷偷的在饭后一小时后来一杯我们的普洱茶 固体饮料 哈哈,原来有小秘密啊 对,因为这样的话会缓解我大吃大喝的这种负罪感 所以呢,就用这种方法来去减少负罪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健康饮食更重要 是的,不能过多的摄取热量 再去临时抱佛脚 平时要养成一个这个均衡饮食的习惯 嗯,那再来说说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独特的发酵工艺 利用世界著名海湾茶厂的正品土耳茶制成的提取物 它可以通过获得专利的发酵技术 经过深邃发酵后萃取的 哦,那它一定是浓缩的,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对,Kitty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啊喝了这一杯 普洱茶中的墨石子酸的含量 嗯,相当于你平时泡34杯普洱茶墨石子酸的含量 天哪,那我要是喝34杯 我这肚子已经装不下了 但是我一包喝一杯就可以解决我吸收的含量了 那真是太好了 对啊,所以我们每天只要一袋含一克普洱茶萃取物 嗯,每克含墨石子酸的含量是35毫克 比正常喝茶,其中这个墨石子酸的含量要高出34倍 嗯,这个喝起来很有效,我喜欢 嗯,那赶紧吧 那我们来一杯吧 那我们赶紧来喝一杯吧 好,我们先把它撕开 嗯,好期待这一杯普洱茶 是的 然后倒到我们的茶壶里面 嗯,大家都可以看到是浓缩的这个萃取物制成的茶粉 嗯,加温水是吧 对 好,然后我们来先泡一杯 谢谢 晶莹剔透的这杯茶 哇哦,非常漂亮啊 谢谢 再来一杯 哇,现成的一杯茶都不用等的 就一杯上好的普洱茶在等着我们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给大家看一样我们的这个普洱茶 能看到吗 哎呦,我的妈差点掉下来 哈哈哈 好,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喝茶的步骤啊 是的,喝茶也是有讲究的 喝茶呢要先闻其香,再品其味 对,我们先 嗯,还是有淡淡的 好香的普洱茶 好香的普洱茶 对吧 然后我们再 来 哇 我怎么样非常好 品着自己觉得自己像皇后娘娘太后娘娘的感觉呢 是啊 哎,你知道什么是品味吗 哎,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古时候说这个三口一品 说一口茶呢分三口喝 嗯,然后三口就一品 然后再喝上一口呢就是味 嗯 所以就叫品味 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有品味的再喝我们的普洱茶 是的 Kitty真懂得了,真是真多 我们的爱多美普洱茶呢 那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人啊 嗯,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什么人跟我们一样是需要这个爱多美普洱茶 首先一点呢就是,哎,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 如果你经常有饭局呀,经常去聚餐呀 他还喜欢暴饮暴食 嗯,像我一样 爱吃肉,又爱吃 管不住嘴 油炸的麦当劳肯泽鸡 嗯,垃圾的食品都是很好吃的 像这一类人我觉得他非常的需要 嗯,哎,因为现代人生活啊,节奏都非常快 然后呢,饮食的比例呢也很容易失调 嗯,那每天喝上一杯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呢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啊更轻松一些 嗯,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一日三餐按时吃饭 均衡饮食,来保证一定要的蔬菜 还有水果,尤其是对高热量的食物啊 嗯,虽然很难控制,但是还是要控制 不要过量的去使用 嗯,最后呢,我们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好的生活习惯 来,我们一起来品个茶吧 好 那喝茶是不是要配着茶点 可能更加美味的 对,来来,我们的Kiki来一点茶点 好,谢谢 然后茶点会不会缓解这种茶 有的时候有碱性,可能会伤害到一些 伤害到胃 胃不舒服的人可能会有一点 嗯,是不是一口茶点 再杯茶 嗯 嗯 嗯 很不错啊 今天中午是不是可以吃个大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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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